明昭走廊下个酒地中啊 我就要再去迷失了 省公文人公啊 酒困明昭了 就算这件衬衫过去 正是一点嘛 气质上面啊 还是要拿捏的死死的 好像有点皱嘛 怎么那么皱啊衬衫 哎呀放在背包里面啊 带过来的 衬衫搞皱了 应该没大问题啊 不过我感觉啊 现在找工作是真的难找 内卷的很厉害的 之前面试的五家 就一家给了我护士的机会啊 像我这种能力那么强的人啊 真的是被埋没了 想当初啊 我在工作在上班的时候 还有这样看别人脸色的 绝对是不可能的 我以前上班出去吃饭 都是坐在最里面的 都是坐在主位啊 别人拿酒过来 敬我酒喝的 我想喝就喝 不想喝我就不喝 我还看别人脸色啊 帮帮忙了 现在呢 找个工作 还要看别人脸色 感情上面 还要看别人脸色 哎 现在搞得自己啥都不是 不过还好 那个苏州女生 答应我 她今天下班以后 和我出来见一下 天都已经暗下来了 我坐在这里啊 已经等了她将近一个小时了 估计是晚高峰啊 她开车堵在路上了 其实我的时间是很宝贵的 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我要做呢 我先再给她发个消息 问问她到哪里了 又见到你了 啊 等了你好久啊 接堵车啊 我发了你两次消息都没回我 你开车不方便看信息吗 我本来想着等着你一刻钟 20分钟差不多了 等了你一个小时 不好意思喽 不好意思啊 嗯 你心里面有点愧疚啊 我才没有呢 等我一会怎么了 我感觉你跟牛皮糖一样 像个狗皮膏药黏着 我就不放了了 现在是 什么狗皮膏药了 你自己说嘛 狗皮膏药就贴着你了 这狗皮膏药比牛皮糖还厉害 粘性还强一点 那以后可不可以 就像个狗皮膏药一样 一直贴着你啊 不可以 上次不是都跟你说的很明白了吗 怎么明白了 你觉得 可以发展的吗 你上次意思不就这意思吗 我没说啊 没说 我哪里说了吗 今天又叫我出来干嘛 说了 请你吃个饭吗 我不吃了 我不想跟你吃饭 态度能不能好一点 我不想跟你吃饭 我不吃了 你觉得我这件衬衫 你也穿衬衫啊 对啊 你今天怎么还穿件衬衫了呢 对啊 你说我们两个有没有缘分啊 都没有商量好 你也穿衬衫 我也穿衬衫 你的衬衫比较正式一点 我的比较休闲一点 我们不一样 对啊 我明天早上9点钟要去面试 复试一个单位 叫我去复试一下 要去上班了咯 对啊 总归上班好了 哦 祝你成功哦 谢谢啊 呃 乘地铁 半个多小时 那还好吧 嗯 汽车还可以吧 怎么样 不怎么样 你感觉我们般配吗 不般配 怎么说话的呀 还可以啊 谢谢 我觉得蛮般配的 别人很多人评论说 我们有夫妻相的 别人是别人说吗 我觉得没有一点都没有 你觉得没夫妻相吗 一毫米都没有 你有没有最近看我视频啊 我们两个礼拜没有见了 差不多两个礼拜了吧 嗯 有吧 看了吗 看了我视频啊 对啊 看到我父母了吗 看到了 觉得你父母挺好的 挺挺老实的 就蛮好的 我父母老实我也是老实人啊 你看你老实嘛 你一点都不老实 我一个都不靠谱的人 我又斯文又老实又本分 这是你自己说的 我怎么知道 我是很好的呀 你看不出来吗 一看就是这个 你说了你就是一个不靠谱的人 我很靠谱的 你脸上就写着不靠谱 晚饭吃什么 不吃了吗 为什么 为什么 你叫我出来干嘛嘛 就吃饭还是找我干嘛 我想见见你嘛 我心里面每天都想着你 那你现在见到我了 我可以走了 不要走嘛 走这里吧 冷吗 还好不冷 你上面扭扣扭一下吧 不用了 你像我一样的 把上面扭扣扭起来 不用 可以吗 不可以 走那么慢干嘛 风带嘛 风带已经给你吹了 倒走了吗 然后发型都吹乱了 你说到你发型 我发现你还扎了个小辫子 两个小辫子 我之前不也扎过吗 我发现你越来越可爱了 小辫子最可爱了 可爱吗 对啊 好漂亮的小辫子 你是很好的女生 我不好 我发现你很好 我老爸老妈也说你很好 他们很看得上你 可是你不靠谱 我靠谱的 你爸妈挺靠谱的 就你不靠谱的 给我个机会嘛 好不好 因为我爸妈跟我说的 他们想让你做他们的儿媳妇 我说了你不靠谱啊 给个机会嘛 好不好 你看我最近两周 每天晚上都有发你消息 有时候你回我 有时候没有回我 但是我每天想着你 我在有你碰我 我要上班了 没空跟你说那么多 给个机会嘛 去找工作吧 找了工作再说吧 真的吗 毕竟你现在还是个四五产品 啥也没有 怎么考虑嘛 那我明天就去面试了 好不好 希望你面试成功呗 找到工作做我女朋友好不好 找到再说呗 你又不是找工作 不是为了我啊 你为什么总是不明白呢 你好漂亮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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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好 你